她怕坐車嗎 怕上車 怕上車 不是坐車的 怕上車 怕上車 上車也要用很多功夫去哄她上車 因為我們出門,對狗仔來說 是社會化 所以我們要教她面對 上車也要去哪裡 看醫生 對 一上車就是… 醫生 沒好事 我又反過來 因為我上車也是去狗公園 或者行山去玩 因為狗很喜歡車 狗很喜歡上車 對… 你那個是聯想上車可以玩 對 她聯想上車去打針 我們盡量讓狗仔 不要猜到我們一定會做甚麼 不如我們嘗試外出門 看看馬路旁邊 如果車經過時,我們需要做甚麼 我想你嘗試面向著馬路 讓牠看看 這邊 我們看看車… 你看牠開始很想避開馬路 不太想看 當每次有車經過時 你看牠有很大反應 一轉頭 你也要在隔壁碰一下 對,摸一摸牠 沒錯,沒錯 平日出門可以叫牠坐下嗎 有時候也可以 嘗試叫牠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沒錯,站到牠旁邊 因為狗仔在靜態時才會容易學習 牠現在這麼靜態時 你讓牠習慣的車走過 每一次車走過時,牠不害怕 就稱讚牠 要坐下 不,他說不 好,你教我吧 好,你站這邊 好 對 像雷節地那種 好 DiDi 我想你做到 牠不害怕時,你會有獎勵 不害怕,就跟牠說 可以了,我們走了… 繞個圈回來 好 讓牠覺得放鬆一點 好,放鬆完了 我們又回來面對一下 我們又學習一下 原來車對你來說沒有影響 好的 而且剛才你叫牠坐下時 你會經常在牠面前叫牠 對,你純粹在旁邊,不要鋪著牠 你留意一下 你在面前鋪著牠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威脅 牠經常會退後 好 上牠坐下時,先拉著短帶 是 不要拉著那麼長 否則牠會走過去 拉短一點 然後慢慢嘗試碰著尾尾的位置 不要用力按下去,碰著 很好… 我看到你每一輛大車走過 你都會再讚一讚牠 因為之前聽到牠有聲音 牠會馬上逃走 每一次過的時候 有些聲音在耳朵邊經過 就像這種聲音 牠很願意在這裡,牠正在學習 對,做完之後… 可以 給牠慢跑一下,讓牠輕鬆一下 你會看到腳步會碎步一點